NBA权威记者最新消息,安东尼今日给出承诺,安东尼已与火箭达成口头协议,安东尼上周已经度过了澄清期,他已经通知火箭,他决定从非洲回来就会立刻签军。 今日,火箭队中复内内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安东尼穿上火箭球衣的照片,并陪文春,他穿上这件球服将会很特别,而我早就等不及回到像很久以前,跟他一起在大佛的日子。 你们还记得吗?在NBA里,口头承诺的效力一直都很重要,目前已知反悔的例子只有小乔丹,别利查和独行侠队在约及贝雷尔,其他人只要给出口头承诺,就意味着这件事定下来了。 对于钱光这种巨星来说,他更是不屑于用口头承诺去欺骗火箭,可以说随着他答应加盟火箭这一刻,他就已经是休斯顿人了。 自从曾经的奥拉诸王,德雷克斯勒和巴克利后,二十年来修成将第一次拥有他们的三巨头,安东尼的加盟让火箭的进攻开成联盟的墙,甚至不会选择于勇士,而勇士也将面临真正的威胁。 安东尼接受被乱断,现在过了成亲戚还没有签决火箭,是不是有意外? 求你的心情可以理解,求你已经望眼欲穿安东尼,已经一年多了,现在看到钱光夹忙在急,恨不得希望钱光立刻和火箭签决,总是害怕夜长貌多,总是担心光哥反悔加入勇士等其他球队,所以求你盼着火箭关身安东尼加入火箭, 这样才会觉得安心,钱光提前需要一两天的时间,再加上合同细节的敲定,所以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来完成最后的签决。 由于火箭是最适合瓜哥发挥的球队,瓜哥为了明年的合同,来火箭是他的最好选择,所以大家不要担心瓜哥本会,安东尼之所以放弃自己拥有的交易否决权,允许雷霆交易并让老鹰买断他。 相比也是提前和火箭管理层上量好了,对于田光这种巨星来说,他更是不屑用口头承诺去欺骗火箭,可以说随着他答应加盲火箭这一刻,他就已经是休斯敦人了。 新赛季西部的剧本越来越精彩,永世武巨头,扶人刺头军,火箭让灯泡组合沙江起来,在西部掀起阵阵兴风血雨,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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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